上方的比分是32比32 叫下方的这颗红球 力量 不是很理想 这一盘的局面还是比较细腻 对 前景还不太好 预量 应该说今天的傅亚军的状态不是很好 当然作为田鸿飞来说 他在把握局面这方面 还是有所欠缺 所以相对来说 两个人回合就比较多了 我们看这个就把傅亚军做一盘斯诺克 非常好 应该是看不到这四颗红球了 我们通过鹰眼来看一下 这个球的线路 好球 确实看不见 力度不够 力度不够 差的很多 上一盘球 天鹏飞就被罚了很多 罚了三干 十二分 看来每盘球都要被对方罚分 对 这在心情上稍微有一点点打击 确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职业高手的这个差距 他应该说今天傅亚军一点状态都没有 应该说远线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很好的线路 但是恰恰是黑球碰到黑球发七分 看看红球有没有机会 看得非常细 有没有咬上 红球有机会 同时还得看黑球有没有机会 中间的 立在一起的三颗红球中间 二就是这一颗中间 有机会 这样傅亚军选择自己打 第一干推回去 叫粉色六分球 应该今天 傅亚军在阐述一个词汇叫经验 告诉天鹏飞一个名词战术 对 确实是 应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应该也是这个广大 业余球手一大姓氏 打得稍稍厚了一点点 今天确实傅亚军是不在状态 完全是靠经验在和天鹏飞周旋 这是 昨天的转播也强调了 就是职业选手 包括像马奎尔 莫菲啊 甚至就这个 包括傅家俊 他们都有能力在没有状态下营球 或者说在没有状态的情况下 尽量去控制这个整场的比赛 可能咱们那些年轻选手 就在没有状态的情况下 就无法来赢得比赛 对 包括像天鹏飞 像梁文博 甚至丁俊辉 对 应该说 从失误率上和今天 附加军后边也在戳着塞钢子 确实对今天自己状态不满意 但是从现在的比分来看 附加军单从比分上来看 并没有说是有很大劣势 甚至还稍稍占右 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争夺 但是非常的激烈 看看转度 好球 但是母球这个位置很尴尬 看看粉球 还好和红球没有贴到 应该是可以打到粉球 应该可以至少粉球的左半边可以打到 甚至有下 防守 还是防守 看看力度 好像出来了 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薄边 下线要打得很薄 好球 应该说是 刚好挡住 这个红球 应该是看不到 对 看不见 一颗 好球 好球 勾到一个很薄的边 这个是天鹏飞设计的 它这个力度就是要挂这个薄边 让母球回到这个开岸区 对 而且尽可能的贴裤边 对 这应该是计划内的 好球 好球 漂亮 好球 像这种防守 打红球应该很薄 红球应该要吃两裤回来 我们通过鹰眼来看一下 这个球要是做得死死的 根本不打 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点机会都没有 他蒙飞一裤来勾球 又要碰到黑球了 再次损失气氛 看看 马克福要再做一根更死的斯诺克 这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职业选手做斯诺克 要藏母球 不要去藏背基球 比方说像这种球 我不去藏红球 我去藏母球 如果你把母球藏住 等于是把铁锋飞的线路 给它变少了 对 这比藏目标球 要有用的多 没有救到 没有救到 福加俊加60分 这样他领先了21分 他没人还有35分 如果是福加俊 一直被加分 加到35分以上 就不能继续盼 天鹏飞的无意识救救 没错 就是天鹏飞那一杆 那一杆 就是再勾不到罚的分 福加俊变成超分 那就没有无意识 但是前提是 田鹏飞一定要力度够 是 就是说我力度 如果力度不够的话 那个裁判 就不是叫无意识救 叫你无意识击球 他也可以让你拿回来冲打 对 这个可能平时很难碰到的一个 也跟广大业余球手 阐述一下这个情况 其实斯诺克比赛的规则 相对比较复杂 也会有很多的疑难杂症 对 大家今天非常有心 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职业 这个没有状态 控制比赛 今天福加俊得完全的阐述 这个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职业选手 如何驾驭比赛 我有状态 我乘风破浪 我没有状态 如何逆风而行 对 这个是应该说 确实是福加俊 高田盟为一筹 还是没能够 不快叫无意识了 有机会打了 这种连续勾不到 会很影响球手的情绪 没错 现在福加俊领先了29分 打进红球就可以超分 是 我 没有办法 应该是2比1 福加俊暂时领先了 对 今天福加俊凭先而论 他的状态真的不太好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利用自己的经验 利用自己对母球的控制 照样可以拿下比赛 2比1 福加俊领先拿到赛点 接下来这几个呢 就是一方面向观众表演一下 另外一方面的 也为下一局再找一找状态 对对对 其实也非常有幸 今天能够看到职业选手 利用战术来控制比赛 其实这个也是 斯诺克这项运动的一大魅力 是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帮助 能够帮助更多的业约好者 能够读懂职业选手的思维 对 2比1 福加俊领先拿到赛点 好 一看青台 102比39 福加俊赢了第三局 在前三局的比赛 福加俊2比1 领先于天鹏飞 的包带 请别的 对 特别